然後這是進來這個遊戲之後的 這個畫面 看一下 這是自動跑圖啊 其實韓國的NPC對話這個我都沒在看 有時候自動跑圖啊 太過於完美其實也不太好 那沒有讓玩家自己探索的意義在 像最近那個沉睡的森林就被幹掉到一個極限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讓你自己去探索那種感覺全部都自動畫就看電腦在玩 很奇怪這樣變得沒有那個 探索的意義 全部都按自動就好了 看到玩家 然後打這個野生怪 看一下 打擊感還不錯 他剛剛不是選弓箭手嗎 他怎麼變什麼 還是怎樣 轉機嗎 其實也不太清楚 反正就先玩看看 看那個ID是韓國人喔 就知道 應該是韓國人 然後完成任務去看回任務 看來不錯 全部都是自動的 跟沉睡森林一樣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人要幹掉 我等一下傳到電腦才知道畫面到底細膩度怎麼樣 因為 這個手機太小實在看不出這個畫面到底好還是不好 好所以這個遊戲的怪物是 會自動產生 在那個 開放的地圖 就是 是 怪物會自己 一直重生一直重生 跟那個 天堂或者是RO那種是一樣 大家一起在野外練功區 那至於後面有沒有辦法在路上直接打人的話 這就比較有意思 這光影表現真的是不錯 不過目前玩起來是還蠻順的 完成任務 其實這樣子跑圖喔 比較有那種玩線上遊戲的感覺 其實這樣子跑圖喔 比較有那種玩線上遊戲的感覺 喔 要嗅 我以為我的手機壞掉了 原來是這種的玩家 等級2 這太可怕了 這嚇死誰啊 還有盾的鑰匙 這個每秒大概剩15格而已 不過這沒關係 因為是在大廳喔 這個問題很正常 這任何電腦都一樣 包括電腦手機都是一樣 所以說這可以自己跑圖 還真的還蠻不錯的 這是自動跑 這是沒有自動 看一下 所以玩家多的地方還是會盾 就不用想太多 改天不知道會不會看到滿滿的那個 類似像外掛這樣喔 好像大家都一樣 都跑同一個路線 先路到這邊 我等一下再 再看 我會不會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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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